而现在呢俄罗斯对乌克兰东部的轰炸 也可以说是呢开战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 所以现在在乌克兰东部的这些乌军呢 他们听到俄罗斯的滑翔炸弹就觉得闻风丧胆 根据士兵的说法这种炸弹的威力很强大 只要引爆一次可能呢就可以直接摧毁高楼大厦 甚至也可以把这个混凝土座的防御攻势给破坏殆尽 那当然乌军呢持续在这个俄罗斯境内的库斯克来展开攻击 那现在他们已经深入呢到1000平方公里的土地 占领的面积有这么大 那整个行动其实时间过得非常快 到今天为止也已经进行了20多天了 所以在库斯克的这个公路上呢 现在有一个新的称号叫做无人机靶场 乌克兰军队呢在这个地方可以说是呢 这个推进的非常顺利 那当然俄罗斯军队呢也想到了一些方法来反制 但是呢好像其实蛮残忍的 他们为了打击乌军呢不惜对自己境内的村庄来投掷精确的这个导弹 但是呢就算这么做好像还是没有办法完全的阻止乌克兰军队呢 继续的前进 所以现在在呢乌克兰这个军队前进的方向里面 他们还发现一个很匪夷所思的现象 他们说呢看到了这样的俄罗斯军队的铁链兵 意思是呢这些士兵呢是这个用锁链整个人被绑住 被自己的这个俄军同袍给绑住 那目的是什么呢据说是为了要防止这些士兵逃跑 才用铁链把人固定 其实还蛮不人道的 而且呢对自家人都这么残忍 所以也让呢乌克兰开始攻击俄罗斯 你们是不是呢也缺乏这个人道精神 长期来被西方国家诟病的 在战场上呢好像又变得更加的明显 那另外呢乌克兰的无人机工 是除了在这个库斯克的公路之外 他们现在甚至还锁定俄罗斯的炼油厂 乌克兰扎波罗热巡警夜间巡逻 突然间 路边竟然发生爆炸 一间民宅瞬间起火 巡逻队顾不得还停留在路中间 赶快冲下去灭火救人 众人手忙脚乱在伤者送医 事后地方官员指出 扎波罗热又遭俄军无人机轰炸 造成两死四伤 乌克兰中部总统泽伦斯基的故乡 克里弗洛士也预袭 一整夜电锯的声音没停过 因为瓦力堆下 还有居民等待救援 俄罗斯军队连续第二晚 大规模轰炸乌克兰全境 这次发射十枚飞弹 出动八十亿架伊朗无人机攻击 乌克兰防空系统 挡下其中五枚飞弹 和六十架无人机 但这一晚也酿成至少五死十伤 被击落的飞弹与无人机碎片 在基辅引发两起火灾 居民在地铁站度过轰炸不断的一晚 不过俄罗斯库斯克地区居民 也面临同样恐惧 乌克兰军方表示 他们已经占领库斯克 乌克兰总司令斯尔斯基表示 突袭库斯克第一阶段 目标已经达成 就是要将大量俄军兵力 转移到其他战区 与库斯克地区接壤的贝尔哥罗德 当地两个减少战 周二也遭五百名乌军突袭 不过俄军表示 情况都在掌控中 但乌军总司令斯尔斯基警告 俄军战力最强部队 目前还驻守在乌东波克罗夫斯克 没有调兵迹象 俄军在乌东持续使用滑翔炸弹 无情摧毁城镇 乌克兰已经增派四个精锐步兵旅 前往应战 还释出一段 击落俄军苏-25战机的画面 面对敌人无情急杀 有俄国大兵忍不住痛批 是被国家骗来送死 只因为政府承诺付他们20万卢布 快7万台币的卖命钱 另一边乌克兰总统 泽伦斯基自豪表示 他们已经成功试射 第一款国产弹道飞弹 还特地提到空军利用 西方军援的F-16战机 摧毁俄军的导弹和无人机 泽伦斯基9月 还要向美国总统拜登 以及两党总统候选人 贺锦丽与川普 提交一项未来胜利计划 其中第一阶段 突袭库斯克已经完成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洛夫则抨击 现在乌克兰就是在勒索西方 而西方国家也假惺惺 只会表面拒绝 根本没打算平息局势 另外各界也担心 未在库斯克的核电厂 如果遭到攻击 后果恐怕不堪设想 国际原子能总署 紧急派员前往当地视察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而北韩在军事上 最近有蛮多动作 引发国际社会的猜想 他们最近去向国际海事组织 登记注册了13艘的全新潜艇 那注册的所有人都写的是北韩政府 至于详细注册的型号 包括像是824英雄号 还有金军玉英雄号等等都在里面 那去年其实北韩也举行过一个蛮隆重的核潜艇的下水仪式 但这一次这个动作会引发这么多人关注 主要是因为以前北韩也曾经向国际海事组织登记过船舰 不过很特别的是呢 这一次是第一次注册潜艇 所以是不是背后呢 有一些这个国际政治跟军事上的盘算呢 有专家就在猜想 北韩很可能是想要打破目前东亚的区域平衡 向外界展示呢 他们的军力其实还是很强大的 算是有可能呢 是打算 只够呢 跟中俄在海上进行联合军事演习 那现在就要预先做准备来铺路了 另外北韩的官媒呢 最近也曝光了一组金正恩去视察 北韩国产火箭炮试射的照片 也引发猜想 这些武器是不是要剑指南韩的首都权呢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多名官员的陪同之下 验收240毫米火箭炮的试射 根据韩联社报道 这次的武器系统在机动性和打击集中性方面 都有所升级 而这款240毫米口径的火箭炮 正是北韩针对南韩研制的新武器 根据南韩取得的情报指出 北韩近两年来为了换取卫星飞弹等技术的提升 在俄乌战争期间似乎成了俄国背后的弹药库 对北韩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迅速发展 美方也公开表态 武教大厦发言人指责北韩 在俄乌战争中如同俄罗斯的同谋 并再次表达担忧 然而北韩和俄国不只在军事上紧密合作 双方也就经济层面在平壤展开会谈 北韩近日还向国际海事组织 登记注册13艘新潜舰 包括鲨鱼级潜舰1到11号 新浦级潜舰824英雄号 以及新浦C级潜舰金军域英雄号等等 13艘都已经获得了识别码 这也是平壤当局首度登记注册潜舰 朝鲜半岛局势诡诀 也让这件事备受关注 TVB新闻综合报道 大家也都在关注是 SpaceX的猎鹰9号火箭 昨天返回地球的时候 因为推进器出了问题 竟然爆炸起火 虽然没有造成任何的人员伤亡 不过美国联邦航空总署 还是下令要暂停所有猎鹰的飞行船任务 2x5 4 3 2 1 影片中可以看到推进器降落地球时突然倾斜 接着翻倒落海起火燃烧 SpaceX猎鹰9号28号清晨发射 将21枚星链网路卫星送上轨道 却在返回地球时着陆失败爆炸 虽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但美国联邦航空局还是宣布 暂停所有猎鹰飞船的飞行任务 先拟定补救措施 避免同样状况再次发生 另外要进行史上第一次 民间太空漫步的北极新黎明火箭 发射过程一搏三折 27号因为氦气外泄延后发射 28号用意天气不佳 再次推迟发射计划 SpaceX has specific launch criteria can't have winds exceeding 30 miles per hour 这次发射要考虑的因素很多 不只是发射当天的天气 还有考虑到五天后回程的天气 因为中途不会停靠国际太空站 里头食物补给只有五到六天的份 如果因为天后不佳延后返程 麻烦可大了 因此必须谨慎选择发射时机 TVB的新闻综合报道 而美国总统大选川普的竞选团队 最近到阿灵顿的军人公墓 要举办造势活动 不过却被人挡下 告诉他们这里是公墓 没有办法举行任何跟政治相关的 所有的活动 让川普阵营的工作人员非常生气 双方爆发争执 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 周一前往阿灵顿军人公墓献花 没想到活动最后便调成全武行 由于这个地方禁止政治竞选活动 工作人员阻挡拍摄才会起冲突 川普团队驳斥说 他们有获准让一位私人摄影师拍摄 民主党阵营则酸说 川普都没再尊重老兵 会发生这样的冲突 根本不意外 他是战争人因为他被捕捉 我喜欢人们被捕捉 而且《阿兰特》报告 在2018年 川普提出了美国党党 在世界大战一的死亡 作为负责人和负责人 副首范斯则为川普喊冤 说都是拜登与贺锦丽决策不当 才害这些士兵撤军时阵亡 讲到机动处 范斯甚至出口成脏 她想召喊川普 因为他出口 她可以去死 不过贺锦丽与副首华兹 展开巴士竞选之旅 首战前往摇摆州乔治亚 目前她在当地支持度 些微落后川普0.6% 至于任期只剩四个多月的拜登 则被拍到在家乡德拉瓦州 穿泳裤悠闲在海滩度假 提前体验退休后生活 TVB的新闻综合报道 至于中美关系来看 是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苏立文 帅团访问北京 双方当然也聚焦讨论到台湾的问题 最近在大陆的国防部记者会上 有人就特别问了 说台湾现在的国防预算创了新高 不过大陆方面就回击 要台湾不要幻想解放军都不会出兵 2025年我国防预算将创新高 达新台币6470亿元 大陆国防部对此强烈回击 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 何来国防预算 任何人都不要幻想解放军不会出售 大陆国防部强调 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台独武装不堪一击 同一天8月29号 美国国安顾问苏立文在北京八一大楼 与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霞碰面 双方也讨论台海问题 会前的时候苏立文曾表示 希望与中方扩大两军对话 至战区级别 防止台海等地区发生冲突 那么想请问苏立文与副主席 今日会面讨论哪些议题 中方要求美方停止美台军事勾连 停止武装台湾 停止散步涉台虚假叙事 美国高级官员六年来 首度和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会谈 这也是张又霞任内首次与拜登政府官员会面 美国寻求增加两军接触 减少未来发生危机时沟通不畅的风险 苏立文这次访问中国大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就是为拜席会铺路 那么今天中国大陆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 发言人也证实了双方正在为此讨论 不过还没有公布具体的日期 以上是记者林明珍 陈虚在北京的采访报道 这次苏立文的访问可以说是有备而来 有媒体记者就发现呢 他身旁的一些随行人员人数变多 而且个个都是金铜中文 您好 美国国安顾问苏立文 29号一早会见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霞 希望美中两军对话扩大至战区级别 防止台海发生冲突 之前苏立文拜会中共中央外事办主任黄毅 陆明发现跟过去不同 新增三位具体负责中国事务的人员 而且几乎都会讲中文 白宫国安会中国事务主任朱婉琪 曾任美国驻华使馆政治官员 之前在华多年多次就中美关系和中国学者交流 还有白宫国安会中国事务主任李卓一 曾在北京师大学中文 白宫国安会政策顾问法萨诺 曾到上海东华大学学汉语都是新面孔 另外还有白宫国安会中国事务高级主任贝沙兰 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助亲康达 他们曾多次访华 贝沙兰总作为美国国务院外交官派驻北京工作 如今负责统筹中国相关的事务 会说流利的中文 康达在过去二十多年里一直担任美国外交系统的东亚亚太相关职 会讲中文和日语 可见苏利文此行希望更了解北京在美国大选之前稳定美中关系 但是美国同时也鼓励盟友对中国商品进行关税制裁 因此中国著名大使谢峰 含话美国贸易战产业战科技战没有赢家 德国媒体难得意志报分析 美中之间许多实质性矛盾都涉及核心利益 没有调和空间 换言之美中冲突天长地久 TV新闻综合报道